黃毓民議員 超越了他的權力階段 即是你維持秩序的任務 性質上是消極的 這些也是常識來的 即是跟你說這些 就有點浪費氣了 消極的意思就是 你只能夠 所謂事後補救 而非事先防範 而那個事先防範 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然後構成對那個人權 一種壓制 對人民一種侵擾 即是你最低限度 不可以選及人民的基本權利 你要先做到 防外採訪自由 打壓和平示威 進駐大學校園 實行白色恐怖 大哥你真是以為你是法西斯警察部長啊 是不是 真是中共公安局長啊 你猜你是 大哥 得志便猖狂 志得意滿 子高棄陽 囂張拔戶 叫你修回黑影響 這個方天下之大謀 你已經是 全城在討論的了 笑大人的口 唐唐一個警務處長 即是說這些 那天已經控堂大笑了 然後你看一些輿論 都未醒 總之我大了 權力不受任何弱制 你定吧 那個所謂B&P開不成的 這裡保皇黨佔多數 我告訴你 這個日子很快來臨 你這樣打壓青年學生 我們這些和平示威 我們那天 在金鐘那裡 不是衝出馬路啊 我們坐在那裡 拉138個人 落了手扣 羞辱我們 就這樣送T-shirt給你們 就當奇恥大辱 我138個人被鎖住啊 上一輛警車還好笑 我那輛警車只有我一個人 二十幾個人坐的那輛車 警察說 因為你是VIP 特別招呼你 喂大哥 這些不是濫權啊 我無所謂 我們吃得咸魚 抵得渴 對嗎 由你做警務處長到現在 對嗎 關於警方濫權專說 喂 已經不是說 平時說一下 大哥 張張在人耳目 你身為保安局長 是問責局長 毫不問責 語無倫次 你剛才說的那段說話更好笑 無緣無故要抽水 說那宗 替補機制諮詢會 有人衝擊會場 暴力 暴力得過那些警察 我們記憶猶新 在警察館強姦少女 警察 那些是不是暴力啊 這個專權政府 那種行政暴力 是不是暴力啊 戴面具衝入會場 有肢體衝突 叫暴力 接著那些保皇黨 以為有機可時 沒有位可入 你真的發了 這叫暴力啊 啊 有汽油彈啊 有武器啊 對不對 入到會場 長毛被人擦頸 那些什麼人來的 被人擦頸在地上 不是一樣有 以為撿到保民建聯 你那些人來的 你被捕到 你拔到 你就拘捕人啊 是吧 誰這個違反社會 即使違反現行的法律 告他 但是你去跟那些學生講 喂 你可以尋求法律解決 或者... 去這個... 警察求訴科 主席 主席 法定人數不足